《薩爾達傳說》系列的新作 三角神力三劍克 承襲了過去四人之劍的多人合作解謎玩法 故事敘述主角林克 來到了一個喜歡時尚潮流的國家 為了解除公主的詛咒 我們要透過連線功能 充滿三名玩家 一起合作解謎與打倒頭目突破關卡 當然一個人玩的時候 也可以用輪流切換的方式 來操作三個林克來闖關喔 這一次三位玩家會用到疊羅漢 交替使用關卡中道具等等方式來解謎 所以每個人的任務分配都變得非常重要 只要一個人不知道該做什麼 或是沒有默契的話 就很容易卡關喔 而且在連線的時候 只能夠透過下螢幕的表情圖示來溝通 不能傳訊息 所以怎麼樣運用圖示來溝通 也是樂趣之一 在這種有所限制的狀況之下 當三個人都彼此理解成功解開謎題的時候 就會特別開心喔 而這次也有許多具有特別功用 又時尚的服裝可以替換 在過關之後取得的素材 可以製作出花俏又有特別功能的服裝 調對衣服的話攻略起來就會更加順利喔 像是炸彈服能夠讓炸彈威力變大 歌龍服不怕火 再火山關卡特別好用等等 每個關卡除了一般玩法之外 還有限時過關 不能使用劍過關等等的限制玩法 必須重新思考解謎的方式才能夠突破 而且跟朋友或網路上的陌生人 總是能夠找出許多新的攻略法 三角神力三劍克 真的是玩法簡單又樂趣無窮啊